黑熊黑 我用子弹头黑 看太阳照顾黑 这么陡 这也太可怕了吧 就这么点路 麦琼麦琼麦琼 嗨 欢迎在我的悬崖密室上会合 我不得已把你们分成了两队 好 我们走上悬崖吧 好 小心 别还没开始就跳下去了 要不他站中间 要不他两个石头呢 要当心我的石头宠物 好 现在 悬崖密室机关 启动 是这样的 这个也有一跳 太猛了吧 有没有吓到 有 左边的小石块 你们可以慢慢地出来了 好 好 好 右边的小石块 出来吧 等一下我已经变成这样了 好 游戏开始 加油吧 悬崖密室历险 现在开始 乾坤 请听题 请问随时可以充电有七轴颜色 走路发光的是斯凯奇儿童的哪款铜鞋 斯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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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斗司成 请听题 请问秦贼先秦王的前一句是什么 诗人先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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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太厉害了 要让他范围已经了 真是 来一段吧 好 晚宫当晚强 用剑当用长 摄氏先射马 诗人先射马 秦贼先射马 杀人亦有限 烈火自有将 狗能至千人起到多少场 你别掉下去了 我别掉下去了 厉害 厉害 Rena 请听题 Rena 请问秘望是哪种水果的别称 秘望 秘望 等一下 我不知道 等一下 没事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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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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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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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 好 快 Rena Rena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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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俊 很遗憾 萧俊悬崖密室历险 失败 下面进入自由点名环节 自由点名环节 王冠亨 请听题 戴儿哥 我是一个粉刷匠中 我先粉刷的是什么地方 我先粉刷的 我是一个粉刷匠 粉刷匠 我有一个小公子 我是粉刷匠 房子 屋顶 墙壁 回答正确 房顶 黄冠亨 请点名 李博庭请听题 不是 它太简单了 李博庭请听题 请问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是哪个省级行政区 阿辉 阿辉 新疆 新疆 为答正确 请点名 乾坤 乾坤哥哥 好 可以 你想把我弄下去 乾坤 请听题 著名的观赏鱼金鱼 是由哪种鱼人工培育而成 著名的观赏鱼金鱼 是由哪种鱼人工培育而成 鲤鱼 鲤鱼 金龙鱼 鲨鱼 鲨鱼 等一下 金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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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鱼 鲫鱼 回答正确 请点名 等一下 刘洋洋 请听题 中国最早的邮票出现在哪个潮单 汤潮 名潮 清潮 回答正确 请点名 乾坤 我觉得我们要把坤哥弄掉 对 他弄掉之后 我看他们两个怎么猜 坤哥 乾坤 请听题 请问传统名菜蚂蚁上述的起源 与关汉钦笔下的哪个历史人物有关 关汉钦笔下的哪个历史人物 谁又谁啊 刘备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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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 人 人 很遗憾 很遗憾 乾坤悬崖密室历险 失败 正确答案是斗鹅 斗鹅 斗鹅冤 这个太 董思成 请听题 请问青蛙能辨别哪两种颜色 红色 蓝色 红色 绿色 蓝色和白色 黑色和红色 黑色和白色 回答正确 蒙对了 请点名 我觉得点 点10 点10的话 现在马上就数了 要不先 先灌亨吧 我们善良一点 要不先灌亨吧 然后把瑞娜留在最后 怎么样 好 王灌亨 请听题 有的人身份证号 最后一位是字母两者 王灌亚你了 请问其中的字母 王灌亚你了 瑞娜 很遗憾 瑞娜悬崖密室历险 失败 正确答案是10 对不起 10 为什么10 因为如果你是10的话 你就变成10 所以你是X的话 就是直接X名 就是10 王旭希 请听题 请问名画蒙娜丽莎的五官中 缺少了哪一组成部分 水巴 耳朵 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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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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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也只剩两个人而已 那就李永钦吧 李永钦请听题 屋中的传行屋 是我国哪个民族的传统民居 苗族 民族 藏族 老鲁 民族 蔡民族 苗族 苗族 还有汉族 汉族 呃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泰族 泰族 我不知道 什么族 是族 是 瓦族吗 有没有瓦族 李族 李族 回答正确 李族 我 李永钦 李永钦请点名 可以 点我是吗 好好 李老师 加油 李博庭 请听题 请问 虽然大波是韩玉用来形容 哪个独播时创造的词语 是 我只选加倍课 是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口令正确 正确答案是 纵停胡 李博庭 请点名 黄冠亨哥哥 好 黄冠亨 请听题 好 下面是脑筋急转弯 请问阿拉丁有几个哥哥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回答正确三个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王冠亨 请点名 等等等等 弟弟 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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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李老师 李博庭 请听题 书是对什么植物种类的总称 蔬菜 蒜吧 你是要大蒜 大蒜大蒜 洋葱 洋葱 白菜 白菜 八角 白菜 八角 八角 哇 哇 哇 喂 等一看李博庭悬崖密室历险失败 正确答案是斗类 斗类 黄冠亨 请听题 请问随着季节变化而南北迁移的鸟类统称为什么 乌鸦 大燕 然后海鸥 然后鸟 然后黄雀鸟 马鱼 然后还有那个 捉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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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鹰 不是 突鹰 什么鸟 什么鸟 他现在自己都快变鸟了 你看他飞起来 突鹊 突鹊 后鸟 后鸟啊 回答正确 黄冠亨请点名 这是我的天啊 很遗憾 黄冠亨悬崖密事历险失败 王旭熙请听题 来啊 每次都没看过 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物 其名比喻为贪婪之谷 那个那个那个 手上的那个 手上那个什么东西 什么来着 啊 忘了 皮羞吧 皮羞 皮羞 不是啊 老虎 狮子什么的 全部说一句 金星 褲子 小狗 恐龙 恐龙 哇 这是什么 哇 你你长三好就是 哈哈 哈哈哈 你们两个 哎 龙 鼠牛 虎兔 龙车马 羊猴 鸡狗猪 都不是吧 鼠马 羊 牛虎 猩猩 爬 他怎么 猫狗 哈哈哈 拜拜 弟弟们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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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 董思成悬崖密室历险 失败 正确答案是 饕餓 李永钦 请听题 请问 风韧意思中的 韧是什么意思 接着上去吧 快点掉下去啊 快点掉下去啊 我求你啊 大哥 我想想要 算了 算了 哎 赢了 很遗憾 李永青悬崖密室历险 失败 恭喜黄旭熙 刘洋洋 悬崖密室历险成功